你好,我是羽木 現在2015 5月4號寫一篇散文 突然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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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是感覺的 而是突然就敢這麼做 突然敢 本來不敢 突然敢 OK 生活中最大的冒險是什麼 讓我告訴你一些聽說過的例子 說自己的秘密 對心儀的人 對心儀的某某表白 對討厭的主管表態 宣洩自己的內心話 都是大冒險 吃自己不會念的食物 所以有人說是 這個東西他不知道怎麼念 他是不敢吃的 但是蠻有意思的 吃自己不會念的食物 對許多人來說壓力不小 但是這年頭把食品翻過來 閱讀標示 也是一種膽識 恐怕有一大串 不會念的成分 而符合這項冒險 還有一種可能你很熟悉的冒險 一種你知道但不見得會遇到的冒險 那叫做突然敢 對我來說 生活中最大的冒險 和小說裡的人物一樣 你突然敢放下原有的生活 去做一件想做的事情 多麼任性的傢伙 但是這份反感這股靜 突然敢真的只是來自於任性嗎 主動的任性 驅使我們突然敢去做某些事情 某些事情也像是 我們被環境牽引著去做 這種不得已的味道 尤其在陌生的環境 陌生的人面前 更容易發生 我曾經和有人 一個朋友 在第三方的異鄉 飽餐一頓 就是不是我的家鄉 也不是他的家鄉 我們在第三方的異鄉 大吃一頓了 他的臉紅過街燈 無法晃過地鐵 就有罪了 帶著這種 通紅的搖擺 非常清醒的 他嘗試很清醒 但是非常清醒的告訴我 他說 要是在自己家鄉 你沒有可能看見我這個樣子 走在路上搖搖晃晃 因為人家會指指點點 那是一種 醒來都不會忘記的困擾 一輩子兜著走 其實很難對你形容 在我們家鄉 他一直這樣跟我說 一個人 紅通通的走在霓虹燈底下 很容易被認出來 雖然吃完晚餐的時間 回家是不像下班時間 不用急的地鐵 進車廂了 大家都知道你上車了 唉 多少人在看著你 那是很恐怖的 其實換句話說 也就是 如果 密鐵很擠的話 那就 也只有你周圍的人會發現你 但是我很空的時候 也不是那麼擠的時候 沒有什麼異狀 大家都會看到 他說他們家鄉是這樣 OK 那海鮮全餐 太棒了 那天晚上我們吃海鮮 搭配好年份的白酒 實在難以節制自己的食慾 而且呢 盡情享用美食 怎麼會是錯呢 沒有師太 沒有兔 沒有人知道我是誰 在陌生的環境裡 暫時的無拘無束 太開心了 太開心了 加上啊 你是陌生人 他指我 你是陌生人 請別叫真 不要往心裡面去喔 你知道我的意思喔 就是 什麼都可以聊 有朝一日啊 我們 各自回到家鄉 彼此也沒有什麼影響 只會記得 那一餐的豐富 是一段美好時光 你也這麼覺得吧 大家總算說完了 我總算有機會可以回答 但是 我也無話可答 想想自己的家鄉 也不至於南遠北側啊 也相去不遠 差不多 看著他 全身充滿了突然感 我完全可以想像他的描述 他描述他的家鄉 電影裡 或是 網路上 隔城殺 或是 幻蟲山 的距離 你想怎麼形容 就怎麼形容啊 我 心裡面的感覺也好 環境給予的感覺也好 只要是 一定程度的 陌生 突然感 就開始了 說話 也是一樣 有時候 熟弱不敢說 說了 便不熟 那就是 那種 知道就是 跟比較熟的人 在一起 很多話 不敢講 就怕講了 便不熟了 就不來往 很 傷腦筋 有時候 陌生 才敢說 說了 不陌生 就是 人跟人之間 不就這樣來的嗎 一直保持距離 也就 也就不會改變距離 大概 可能 應該或許 是 人與人之間 人與人之間 交流的 微妙之處 於是 突然 也就不突然了 喜歡這一篇 短文的讀者 可以到我的網站 閱讀 沒有其他的短文 歡迎你 謝謝